好 我們今天的主持人博教授 還有我們臺電的敬愛的前豬田董事長 還有前面幾位講者 以及在座的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前面幾位講者都已經比較偏向於 我們的一個所謂能源政策面 這個大菜上碗 那最後我一個比較小的議題 我想針對這個火力電廠的空物方面 來跟各位做一下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好 那我想今天是針對火力電廠 一個空氣污染的部分做一個說明 那我想今天大概主要分這幾個部分 包括目前大家比較關切的一些議題 一些因為環境的改變 以及大家民眾的一些想法 所以有一些思維上的改變 那臺電的一些做法 跟未來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那我想過去大家都 所謂的空氣污染的一個成因 就火力電廠來講都比較關注 主要空氣的污染物 包括三個就是所謂的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淡氧泡物 硫氧泡物 硫氧泡物 那麼我想自從三年多前 三年左右 三年多前 那麼這個窘頂之下 這個片子公佈以後 大家都非常重視 都集中到一個點 集中到一個點 就所謂的 細玄物理 PM2.5這個議題 所以我今天就這個部分 那麼做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說明 其實我今天早上也在立法院 那麼也參加這個一個議題 那邊有個演講也是針對PM2.5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減低的一個策略 早上剛好到那邊到中午 那麼我想主要我們講細玄物理 其實大家都了解 因為我今天的內容是屬於比較淺顯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因為它太小了 它是大概我們頭髮的二十八分之一 所以很容易就比較會進到我們的呼吸帶 到我們的肺泡裡面 所以也就是說大家都很關切這個議題 那的確大家我們也希望能夠去關切這個議題 那麼如何去盡量把它降低做到最好 那台灣在這邊談到這個所謂的PM2.5 那目前在細雄物理的部分 主要還是因為季節性的關係 那麼在尤其在東北季風的時候 在每年的這個十月到隔年的三月這段期間 那麼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 所以整個台灣這邊的空氣品質就是會比較不好 那在中南部的部分 變成在整個PM2.5的一個所謂的包括這個數字 還有現在我們所謂的環保署所用的空氣品質的一個指數 AQI的部分 那麼超過100的日數會比較多 那超過100的話 現在所謂AQI超過100 我們現在講是所謂的橘色提醒 那大於150是所謂的紅色 那個這個大概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看看這整個所謂的細雄物理的部分 那麼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其實境內跟境外都有 那麼依照這個我們這個環保署對外的一個研究的結果 那麼境內的部分大概是60%到66% 那境外的部分大概是34到40% 也就是說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來自於境外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也是所謂的PMO.5來源的一個分析 這邊是引用也是引用官方的一些資料 那我們前面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火力電廠的這個部分 它的一些排放 連中的一些排放 那麼那後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等於是一個所謂的分析的一個 等於在我們空氣品質我們不需帶模擬的一個結果 一個調查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那麼在整個PMO.5的細雄物理大概分為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工業的部分大概也是差不多佔三分之一 移動遠車輛大概也三分之一左右 其他的部分包括也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在電力的部分 整個台灣這邊的一個電力業的佔 PMO.5的佔比大概4.5到9.9個percent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移動遠的部分 在大貨車也就是柴油車的部分 佔比是算是比較高的 那有11到16個percent 那至於其他還有包括一些車輛 那所以在整個移動遠這部分 雖然是很不好管制 但是在整個未來整個PMO.5的 要台灣這邊要如何去改善 必須包括工業的部分 移動遠的部分 那還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裸露地 或餐飲業這部分 也都需要共同一起努力 那看起來餐飲業好像不齊眼 那不過這邊的佔比也是蠻高的 大概11到12個percent 那這也是為什麼環保署 它也公佈了一些餐飲業的管制辦法 因為台灣大概有10萬家的餐飲業 那這部分有它的一個所謂的一定的貢獻 那我們看看這個PMO.5 大家都了解 就是說在煙囪的部分 在污染源產生的部分 污染源產生的部分就是說 它產生的是原生性的 污染物產生的時候 直接就是屬於PMO.5的形態 我們講是它是屬於原生性的一個PMO.5 那它包括有兩種 一個是過濾性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濾紙 把它濾下來的存在濾紙上面 我們叫過濾性的原生性的一個PMO.5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原來它是氣態的 但是因為冷源以後它會凝結下來 下來變成一個很小很小的凝結性的PMO.5 那麼這是兩種屬於我們講 所謂的原生形態的一個PMO.5 是在所謂的產生源這邊是直接排放出來的 那產生源的話包括有很多 只要有排放都屬於產生源 就屬於產生源 那這兩個的話 所謂從這邊煙囪或是產生源直接排放的 那我們講這是所謂的直接排放 就是排放量排放出去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除了直接排放以外 那我們知道這些排放出來的一些東西 這些污染物包括一些流氧化物 淡氧物跟揮發性有機物等等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大氣中經過這個光化學反應以後 有可能形成衍生性的這個所謂的PMO.5 那麼所以在整個反應過程 其實在衍生性的PMO.5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非常複雜 那麼在整個這個分析的結果裡面 那麼衍生性的PMO.5大概有幾個啊 我們講說揮發性有機物可能會促成這個衍生性的PMO.5的一個產生 那包括也還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過程 還有產生一些臭氧的其他這些東西 那所以也有人講是說好那這樣的話 因為你這個大家講說不要減霉嘛 要減霉不要燒霉嘛 那燒霉因為會產生流氧化物嘛 那我們最好都是用天然氣的發電 那所以這樣的話到底我全部都沒有煤啦 我不要煤啦 那這樣的話到底對整個衍生性的PMO.5 到底是正面呢還是負面呢 這個先把這個液體暫時割在這裡 我們割在這裡 那麼這個所謂的 前面我們看到有原生性的PMO.5 就煙囪直接排放出去啦 或是這些東西 那這個衍生性因為是反應的一個結果 反應的結果 那所以就是說跟你的排放源的高度就有關係喔 排放源的高度 比方說今天的車輛我們跑過去公車跑過去 那因為很靠近喔 所以它基本上就在我們的呼吸帶 在我們的呼吸帶 那有一些如果煙囪 比方說煙囪 電廠煙囪比較高的話 那因為整個衍生性的這個PMO.5 在整個轉換過程 再經過整個大氣的一個擴散 跟會有一些沉降的作用 它會有像我們下雨一樣 原來一個很小的一個 等於是水的一個顆粒 會慢慢長大 成河長大 最後有重量它才會降下來 就是下雨的一個機制 那整個衍生性的這個PMO.5其實也是一樣 它再不是說我排放出去多少量 那麼下來的衍生性就有那麼多量出來 因為它會經過一些轉化過程 經過一些沉降的過程 所以有時候大家看到說 排放量對環境的貢獻量 其實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概念 排放量不完全等於它最後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對環境的一個貢獻量 不過因為既然這個東西對我們的健康 大家都很關注 大家都希望能夠去降低 所以大家還是要針對不同的面向 尤其是我們臺電也是議員 那我們先不管我們的佔比到底是多少 還是要去努力去把這個能夠做到的部分 能夠盡量去做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前面幾位專家也提到 那包括現在有提到這個空氣品質不好的時候 那麼要求發電產產去降載 那麼包括一些所謂的家園的現在已經納入入法了 那還有一些希望能夠限煤減煤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這裡面就先到我們前面幾位專家提到 所謂的到底我們的一個能源配比 到底是希望是什麼樣的配比 怎麼樣到底對我們國家的一個所謂的Energy Mix是安全的 這其實是可能需要很多一個討論 那但是臺電就自己的部分 我們的這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必須我們做了全面的一些盤點 到底我們有哪些我們是可以去做的 可以馬上去做或是說逐步去做的 那我想在整個因為經常去降載 就是說空品不好的時候 現在大概是燒煤電廠 尤其台中電廠也會去降載 那包括台中心 都是目前這個機制大概已經 已經在環保署的一個空品降載機制裡面 已經類似大概就是等於是一個定型的一個機制 但是這個經常降載的話 大概我們講所謂原來機載的一個機組 你去經常降載的話 基本上對你的這個運轉的一個效率是有所影響 有所影響 不過大家前面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過去在去年 去年這個所謂年底 12月31號的時候 這其實發生過兩次了 那在元旦前 那也發生過空品不好的時候 也是那時候環保署第二次的一個所謂的緊急應變機制的一個啟動 不過隔天 這個所謂的 因為跨年 不過煙火還是到處煙火還是照放 還是一樣的 還是變成說 其實在電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現在能做的部分 那麼其實包括政府部門 也都碰到空氣品質不好的時候 那麼大家都很努力 希望能夠透過大家努力 不同的面向 包括交通部分 包括工業的部分 大家努力去盡量能夠去做 不過就能源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也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一直把這個煤炭降到最後 弄到最後是無煤的情況 那對台灣的一個所謂的能源的一個安全 到底是不是好 那麼是不是我們整個這個在非核家園之下 假設是說這個非核家園 因為現在已經入法了 假設還是無煤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台灣整個這個能源供應這個部分 會不會有一些所謂的國安的一些危機 因為畢竟這個天然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儲存量 目前還不是很高 比方說現在我們講7天 未來即使法規說到15天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對台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電力穩定的一個供應 到底是不是好 其實我想這個有很多的一個探討 我想大概也會繼續有這方面的一些探討 那對台電的部分 因為一些基礎的改善 那我想因為是已經在運程中已經設置了 那原來有一些空間或許不足 那如果去改 我們也是 就是說所謂的穿著衣服改衣服 雖然難度很高 我們還是會努力去做 那台電的部分我想過去的運轉 的確主要是以煤炭為主 主要是以煤炭為主 主要是以煤炭為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這個 所謂的 就火力的部分來講 火力燃煤燃氣的部分 那麼整個發電結構也逐漸 我想從過去92年 99年到106年 整個這個燃煤燃氣的一個所謂的發電的一個佔比 已經逐漸在調整 那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是台電系統的數據 也就是說是台電 包括民營加起來的所謂台電系統的數據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這個 這是政府所定的能源配比的一個目標 那台電因為作為這個政府的一個政策的一個執行者 所以我們必須努力朝這個目標去努力 所以整個未來的一個電源開發計畫 除了已經通過的環評案件以外 那麼未來的一個10年之內 前面已經看到很多已經秀了兩次那個表 那大概都是屬於燃氣的機組 那包括台中包括所謂的星達等等 那所以台電這部分有很多環評的案子 現在也必須盡量去努力 那過去從這個所謂的經濟調度 也逐漸要走向一個 要考慮到所謂的碳 未來的一個排碳等等 還有空品的一些環保調度 那基本上我想台電的一個所謂的使命 是希望能夠在一個合理的成本 友善環境之下 去提供社會多元發展所需要的一個電力 所以在整個未來的一個 包括現在我們整個友善環境方面 在整個一個社區方面的話 我們希望都能夠更多的一個考量 除了在過去的一個降載以外 剛才也提到這個所謂降載 過去是在空品不良的時候才降 那現在的話我們是主動在 預報空品不良之前 前一天晚上就開始降載 希望能夠把這個是做在前面 把這個減量做在前面 那至於在整個未來的一個 電廠的一個設計方面 我想我們這個新達電廠也導入這個 所謂的國際淨土 國際淨土 那麼這個國際淨土 在今年4月已經揭曉了 那麼有美國的一個 所謂有美國所謂 建築界普利之獎的一個團隊 得到首獎 得到首獎400萬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 第一名跟第二名 設計的一個 一個未來電廠的一個 一個picture 看起來已經顛覆了過去 我們發電廠四四方方 等等的一個形象 那這個當然是 它是結合所謂生態概念的一些設計 包括一些綠建築等等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台電也努力 現在在就未來這個所謂的 概念設計的部分 如何去在整個電廠未來設計 能夠更友善 能夠朝這個設計的方向去進行 目前公司也希望 也現在再朝這個方向 再去努力去 去在未來的一個細部設計去討論 那我想台電的空房的策略 包括從源頭去減量 包括一些布林污染源的部分 移動源跟液散源 還有一些設備效能的一個提升等等 基本上整個的一個所謂的 防治策略 也是從這個所謂 短中長期這個方向來進行 包括固定污染源的部分 就是煙囪的部分 還有包括車輛的部分 還有包括一些工地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都有在進行當中 因為雲建工地的部分 過去大概是比較不注重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去推動所謂的摄像給架 包括一些能夠裸露地的一些管理等等 希望透過還有競賽的方式 希望提供現場工地 綠色工地能夠讓現場工地 能夠做得比以前更好 那車輛的部分 那車輛的部分 這部分我想一些 包括配合所謂的一二級車輛 還有加裝濾煙氣 這個都是儘快 現在能夠盡量去提早完成的 那在空汙的部分的話 除了發電結構的調整 也就是說增加燃氣的發電以外 那我想未來這個所謂的這個燒煤電廠 從次臨界改成超超臨界 這個包括複循環也是 那麼複循環的一個效率 那未來從我們的大坦跟到通銷 我想就效率就提高 我想未來這部分還有可能 因為新技術的發展能夠更提高 那至於在整個源頭以外的話 在廣播的部分 那主要是要透過這種設備環保設備 的一個提升來減少它的一個排放 那所以我們就盤點了所有的台電 所有的一個電廠 其實不是只有燃煤電廠 包括燒天然氣的大坦南部等等這些電廠 全部都做一些盤點 都做一些盤點 那包括燒煤電廠的部分 那麼還有包括燒天然氣的部分 那燒天然氣的部分 像大坦電廠過去 它並沒有去做這個所謂的 後端的一個所謂的觸媒 觸媒去降低它的代氧化物 但是從新的電廠通銷開始 還有未來大坦 我們在現有的三道電話機 也全部會去加裝這種所謂的觸媒 去把這個煙囪排放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代氧化物能夠去降低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那麼未來在整個這個所謂的一個空屋改善的部分 大概會有等於是在未來十年會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一個消減 那這個是所謂的未來一些投資跟減量 那我想在整個電源開發方面 當然是朝向一個結構性的一些調整 那未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火力發電的部分 到2025年的話 我想雖然整個火力發電大概增加100億度 預估了 但是整個空屋的一個排放量是往下去降低的 那我想整個變轉能量這一部分 未來是一個挑戰 我想前面已經有很多的一個專家 已經做有關這部分的介紹 那前面也提到 我們也提到所謂的再生能源多的時候 未來整個尖峰會變成跑到晚上來 來一天的話 因為再生能源包括太陽光電等等這些 變成以未來的一個所謂的壓制曲線 那當然你這個掉得越低的話 那麼未來我想這整個晚上 沒有太陽光的時候 如何去平衡這個部分 需不需要更大的一個倍速容量 在那邊等著 我想這個未來大概都是一些議題 那包括燃氣的部分 我想當然這個是未來會增加 發電成本到底應該是還是會增加 只是說增加到底多少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會隨著未來整個天然氣的供應 會比較能夠更明確 更明確 那我們知道整個天然氣的供應 在今年預估大概一千 整個需求大概一千五百萬噸左右 那麼到2025年大概會再增加一半 到兩千三百萬噸左右 所以整個天然氣這部分 未來是一個蠻大的一個主軸 那麼當然在整個再生能源這部分 未來政府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有百分之二十的一個 佔比的一個發電量 所以目前在整個這一部分的衝刺 我想政府單位也一直在推動這個部分 那未來這一部分 當然要看實際上的一個所謂的容量因素 以及裝置的結果 未來2025年到底實際發電量能夠達到多少 我們是希望能夠達到越高越好 那這樣整個當然我們的一個所謂火力的部分 那麼有更多的一個運轉的一個彈性 那我想以上簡單就這一部分 比較簡單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下說明吧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劉部長